感谢一下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给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 另外五个止不于此的喜剧小队 他们是 王楠 三喜丸子 纳莫石城 酱油新生和南德英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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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一些小队在前面准备得很好 但临门一脚 或者发挥失常 或者临时的状态不好 会产生很多的遗憾 现在我们从这五个小队当中 复活一支 好 好 现场复活了 临飞 临飞 这就是王楠 我要跟四位老师一起商量一下 来吧 就这五个 主角戏是有点可惜 如此电影会比较有特点 它跟别的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真的以往我对于杨凡 大概他们的了解 他们的创作能力其实还是有的 杨凡的状态好像不太好 这次 对对对对 你看他以前 之前每一个角色都很厉害 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李临飞你看 记得那边 对对小姐 他很自然 他是松的啊 我觉得我 我喜欢就从这三个里面选一个 哎 那个给我们一个直笔好不好 我们选出的是 三喜丸子 继续留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儿呢 其实要对他们有一定的这个鼓励跟鞭策 这一次的表现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我们对他们这一组还是寄予厚望的 另外 即便是离开这个舞台的那四支喜剧小队 也依然欢迎他们 参与到其他喜剧小队的共同创牌当中 参与助演能够有更多的好作品 在这舞台上带给观众朋友们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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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八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嗯 去年待在一会儿待了很长时间 嗯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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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到什么程度 第一次被淘汰了 那这个呢 怎么说的 前六 对 也差不多 谢谢你 我谢谢你 真的吗 你说实话 我那个我往不里面放吗 真的吗 我往不里面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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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上次不 跟别人不一样 你上次不就两个时候吗 就要整座吧 你就得整这个 你淘汰了也 也要整座 就跟三狗一样 三狗就淘汰了 对啊 对啊 你熬回来了 但是有红狗 那我们有人缘着了 我们人缘好 你不要这样 不是 哈哈哈 不是 我就是想要一个真实的 谁真实啊 谁真实啊 真行 真行 不要看了 在家看了 成了 哥们成了 这个啊 我该说不说 比魔法中检还好 哈哈哈 你满了 这些 这些 不要不剪 他不往那剪 你现在说 都没弄了 不如素材一成 真实 这是有经验的 我们的 林子安路 我撒一下 都除了一分钟 哈哈哈 除了多少 这个 你干啥啊 说啥啊 不是 就剪的 就剪的这一段 哈哈哈 就这一段 那我来看下 是不是 你说实话 你这一段 你这一段 是真的 真的 好 我又想说他 真不知道哪排的乐器 一排练的时候 就能使他 如果我会做脸色 做色的话 他就要了 他就会被他好开 你觉得我 谁排练的时候 不是要使全力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 你们俩也是不使全力 你知道吗 你们俩 我是从来不排练的 哈哈 走 走 这个景所见的都是机关 讲解一下 我们这个景里的机关 第一个机关 是在我们的行李箱处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这个是要配合系的 所以这个会装了电磁 一会自己就啪啪掉下来 现在没法展示啊 嗯 现在没法展示 现在只能伸口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全带 大家以为这个是安全带吗 其实它是个细铁石 是真 哈哈 为了我 细铁石 细铁石 你看 细铁石 这东北这一块 都能不能 细铁石 没毛病 细铁石 为了让我们快点的弄上 快点的拆开 ok 接下来讲第三个器官 在这个背面 有一点简陋 但是是我的这个道具 要放回来的这个地方 非常简陋 但是很实用 其实我们这个景 到时候沿起来的时候 这个背 因为这个椅子是随时会掉下去的 我们想躺就躺 想直就直 它没有锁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巧思 还有一个 请看这里 哈哈 这个原本是放在这儿的 但是我们有一个形式的内容 它会自己飘起来 然后落在地上 所以我们用了鱼线 一共多少简单 四个五个 五个 我们这个 有的是真的吧 但是不能做 它做就了 不能承重 你们带来的初舞台作品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节目叫 史上第一大解案 整个是一个悬疑 动作 惊悚 喜剧 战争 类型片 劲粉 劲粉 嗨 嗨 搞笑 动作 嗨呜 蠢爱 蠢爱在哪 蠢爱在哪 我跟王楠有一条感情线的暗线 我在人物小看林勇 那这个作品的创作灵感是什么 创作灵感是 我想让我身边最好的哥们演一个劫匪 我在中专学习表演的时候 我最后一台毕业大戏的名字就叫你好打劫 是这个绕智导演的 也是这个我走上这个喜剧生涯 可以说是我这个天才第一部 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个题材 也是在像过去的自己 说是个哈喽 呼应 反普归真 广天号想演一个劫匪 第一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想演小鲤鱼什么的 想演那个癞蛤蟆 想演还是兄弟 他说了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他说我希望能够让导演看到说我演人的那一面 然后我一下就是说代入到了我兄弟的视角当中 我可以在这个创作当中获得快乐 但是天方可能会在表演当中寻求灵感 也希望能够被更多的这个大导演发现 所以我们还是说久违的走上了这个演员 现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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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够看完我搭档的这个劫匪之后 有更多的offer投到这个他的身上 那你们的作品属于什么风格 商业大片 对 我们是奔票房去的 就是我们俩贯彻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原则 就是不上价值 希望即将看到这个史上第一大结案这个作品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个荒诞热闹的喜剧当中 在收获快乐的同时 然后告别自己的烦恼 可以给大家带来十分钟的快乐 强走你们的烦恼 对 强走 很重要 强走 我们像那种景区合影的吗 合影五元 这么便宜 五元也带便宜了 你五元 你的 四块 不怕神明 不怕天 刘沙科合影 五块钱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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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听说 老师好 二十二十四 我是演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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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和老师好的 没有人演女性角色 这个是非常大的不同 个人感觉来说 其实不是说语文现在没有参赛 然后换成了智良和华哥两个人 但我看来这完全两个不同的组 没有一个说是比较的 就是完全是两个方向 我们从创作思路上 角度上 工作上 然后大家再去演在台上的感觉 和互相产生的化学反应之类 风格都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我其实自己有一个私心 我觉得不以老师好的队伍来参赛挺好的 因为你要把一些最美好的时光 留在那一个时空里 不然的 咱四个再把这演一遍 我是这个想法 大考虎可以 谁可以 他不合一 你也妈妈 你们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 我们组合在一块 其实最早的联系还是因为我跟天朔 因为我们两个一起做了那个一年一度训大赛第一季的表演指导 但其实那个时候不认识 是做指导的时候开始认识的 因为我每次在那排练的时候 就总有一个人从后面窜过来 阿哥 我觉得这要不那样好不好 我说行行行行 然后我走了 然后过一会又有一个小人窜过来 我觉得特别客气 后来是因为我们在一喜过程当中 从一个叫走滑路的节目开始 我们经历了好多那种极限之夜 就基本上是从晚上凌晨一点开始排练 一直到天亮 其实就是走滑路 我们两个建立了一个非一般的感情感关系 革命情谊 对 因为我们两个相当于排练 从晚上一点一直到早上七八点钟 然后在我俩下电梯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第一次互相留了联谊方式 加了微信 对 那你们一喜指导的作品有哪些 主要指导谁的作品 我主要是讲的当时 还有我这边有王老师策 然后还有就是三板大斧的当时 程正哥他们就是那一组的多一些 对 还有一些其他老师的作品 都有涉猎 涉猎 二喜呢 二喜时候就参赛了 就和刘洋老师就参赛了 就遇到了刘洋带着虎服无犬子的本子 坐在那 哎 天授老师 你要不要读读这个事实 那个时候那么恭敬 客气 我们可客气了 现在你恨不得天天 现在斗手 我们作为老师好 在一年一度喜悦大赛的代表作品 应该是虎服无犬子 还有没有学习的人不伤心 然后还有大考结束那一天 胆小鬼 胆小鬼是帮人家演 帮逗逗演 大家能看到的大概是这四个作品 然后我个人战的 还参与了这个舍我其谁 当时也是担任了颜佩伦的闭角 然后混上了这个角色 在颜佩伦忙不过来的时候 显露 成功为这个角色减分 本来这角色能更好 当然是这样 我们大概是这几个作品 加油吧小五鸣狮子不提 狮子不提 这都太不知道这是啥 智良你呢 你在麻花主要演的作品是 加油小五鸣 不是我在麻花主要演过的 有建华导演的《我的妈呀》 然后建华导演的《恋爱不是人类》 建华导演 编剧的 你还认识别的导演 因为智良对于观众来说 也是一个全新的名 太新了 所以请三位哥哥 分别介绍一下李智良 怎么安静了呀 好突然的一个停顿 智良 因为我们其实这群人里边 我们两个算是认识最早的 在他还没毕业的时候 我刚见他的时候 其实大四吧 大三 大四 大四的时候 然后他在组里 甚至是像实习 主要在一个系里面 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很 叮零叮零的 就是很聪明 感觉有一种蜕变的感觉 给我一个就 蛮惊喜的 我说这人挺好的 而且想出的那个 包袱和表演方式 特别的不寻常 很好笑 而且还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在喜剧当中是 很可贵 你要抖什么包袱 不是 你让脸 你让脸 就这样 就已经要抖包袱了 但是天说 天说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整个一年一度 喜剧当中在第二季 几乎看不到你采访的镜头 哈哈哈哈 太吸道了 哈哈哈哈 你这些夸人一句不行吗 我就是很真诚 让他说下去 哈哈哈哈 我挺爱说的 那你不知道我是双胞胎吧 其实 哈哈哈哈 那个是李也良 哈哈哈哈 你们带来的初舞台作品是什么 我们的初舞台作品是 《大侠别动手》 这些作品是创作灵感 什么 那就要问齐温了 当时我和雷子组队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他说他在脑海中浮现了一些人物关系 高中的同班同学呀 两个青春期的少男少女 还有就是女侠和电小二 可能是因为雷松然之前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的 电小二的角色太深入人心了 有可能 所以你们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这是一个很轻巧的作品 这是一个破坏喜剧 我们这个作品呢 就是纯玩 对 纯快乐的一个作品 纯让观众开心 大家甚至有可能看完就忘了 但是他在看的当下 只要他笑了 我们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对 对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 它可能全是来自于我们生活的一些点 为了这个作品 我们已经把我们生活全部挖空了 我们生活中各种点 每天提供各种的素材 好笑的用 不好笑的 或者是比较的严厉的部分剔除 比如说作品里边有一段是他帮我拍照 我给他拍的和他给我拍的一组对比 发给你们 你们就知道了 然后还有 点外卖 问他吃不吃 不吃 外卖到了 又要吃了 吃的把我想吃的全会吃了 我不想吃的 全部给我留在那 这种生活上面的小点 为什么叫如果爱 我觉得是爱了之后 就会有一些那些 摩擦 不是 就是那种一块玻璃 它会有那种毛边边 但是 实际上它有光滑了 高颖刘洋 所以我们在作品里面 名字都没改 就像高颖刘洋 但是我好想叫那种小张 跳完 就是感觉 他一直在演自己 就是我们作品 就是展示的 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高颖刘洋批评 与自我批评 有共鸣的一个作品 关于爱会不会消失这件事情 对于我来说 我真不知道 它消失了 我觉得很正常 它不消失 也行吧 我觉得爱是不会消失的 就是有的爱情 可能会被尘封掉了 以后该遇到爱的时候 你还是遇到爱 就是那一段爱 你经历了 更不用说亲情 亲情的爱 就是永远不会消失 我们没有想过 那么的深 其实之前想过 就是要探讨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话题很沉重 因为关于爱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它不像是一件 大家在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个事情 因为关于男女之间的话题 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 都没有标准答案 所以不想去探讨 只是想用一种很轻松 很愉快的方式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俩可能生活中的某一些点 如果探讨 我们觉得好沉重 这个话题 就是反正这一身 吵吵闹闹闹的 也总归要过完这一身 我是12年 杨老师比我多6年 我们俩加一块 有30一年的艺人位 还说成这样 那两位作为 像这演员的师傅和搭档 分别是谁 我的师傅是李曾锐老师 搭档是董建春 然后我的师傅跟搭档 都没有来到咱们这个节目 我的师傅是郭麒麟 不是说不紧张吗 杨老师 我的师傅是郭麒麟的父亲 郭德高老师 我的搭档是郭麒麟 我上次在这个园区采访 还是这边坐着郭麒麟 上一次 这次你就坐到了 豆干的美女 有个不习惯吗 你的搭档换了一个 没什么不习惯 超快好 因为我们的职业都换了 你就从现场演员 变成斯盖池演员了 斯盖池 知道了吗 好像知道 我咋能知道 大连航也知道 他咋知道的 你跟他说了 所以我在咱们7年前 合作那个位置 又开始跟另外一个合作了 那您希望郭麒麟老师知道咱俩合作之后 他有什么样的反应 先让他看看 给你点宝贝的意见 有时间可以来参与 我懂的 有点一个就是杀人的 和比如说就是杀人的 杀人的 韩子都是港开的玩笑 它就是一个观众的 一些玩笑的一些称呼 没有什么太实际的意义在里面 那你觉得是因为观众 是喜欢你们才起的那种 那肯定的 他肯定关注你才会说这些话 并且我认为 说这些话的观众 一定是特别希望我们有一天 能带着自个儿的经验的新作品 回到向上这个舞台上 一定会的 而且我们将来会在向上舞台上 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向上Sky是 Sky是向上都有可能 那如果您的搭档不回去了怎么办 首先来说他不可能不回来 这个回不回来 他也说了不算 那我们就有底线了 我觉得我们俩出来 做很多别的事都是回来要反哺这些向上 因为毕竟年轻的时候最宝贵的年华和经历都放在这些事业上 而且向上他无尽的表演魅力 我觉得一定都用得上我们这些经验 一定会的 现在没事业这不又干了好多事吗 寡不事业是台上说的一个港 就是那意思 好像说一对搭档像夫妻一样 一个人出去忙别的了 这个有点刮不失言 就是一个笑话 实际上确实也有点 像是没啥工作 没啥 这不来了又从事新工作了 在旧艺 在旧艺 我拿到了高原老师的合影 你不知道吧 嗯 我跟高原老师有对戏 我不知道你拿了合影 什么什么首事 高原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后才间 我们合了一张 是我要求在电梯间碰到高原老师 所以高原老师能拍张照 高原老师说这光线不好 咱们找个地方去我的后才间吧 开心吗 我完全能理解 我全程贼害羞贼紧的 然后高原老师看着我 哎真才呀 我完全能理解 我完全能理解 我现在说起来 先有分底 我应该耳朵有点红吧 现在 不是有一点现在 现在很红吗 非常红 很红 就是很红 很红 很红 嗯 我说实话 我当时 对戏的那个时候 现在回想起来和8800 差不多的开戏 他还跟我说 高原对戏 所以词 他有词 而且刚才度了话为两句词 哈喽大家好我是长城 参加过一年一度洗衣大赛第一季 你洗得太不醉 你当然可以说是细筋刀 我又不是去取筋 你就告诉我怎么走最近就行了 大家好我是娜娜 今年34岁 我的职业是演员和编剧 我参加一年一度洗衣大赛第一季的时候 是和朱毅搭档 好可爱呀 看什么看 第一次元会就知道 不要脸 一洗式上来就淘汰 二洗式上来就快捡 不解渴 对 参与了 似乎没有参与过 大家好我是石仲元 今年31岁 我的职业是演员和编剧 跟你两位老师比 我呢我可能就有点那个啥 因为我之前就是觉得好玩 然后包括像一年多洗衣大赛第一季第二季 我也想来参加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创牌或者是怎么怎么地的 然后就是大家一起通过展演什么 这个过程其实挺好玩的 对 就主要觉得还是奇妙 奇妙 就觉得人生之中应该有一段这种奇妙的经历 还挺酷的 就是那种感觉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说对了吧 不要太像 讲话慢 然后行动速度慢 然后感觉上他脑子转的也慢 但是其实他脑子转的很快 但是其实他脑子转的很快 只是表达很慢 他会把人带的说话很 我现在说话还可以吧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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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快起来的 一百 因为我刚才的感觉是挺自然 对 他会 他会把周围的整个气氛都带成这个样子 只要他在的话 你们三是走得走到一起的 就没有我的反目 反驳时间 是吗 因为你的反驳太长了 你讲话太慢了 好 你说 再给你反驳一遍 他们很快 血松 不是 刚这段还可以 是没有辞出来 对 这是血松 他就更快了 血的好强 我也比较炸毛一点 就有一个小小的小细节 不知道观众能不能抓得到 我也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给得到 你知道说的哪个吗 我知道了 啥呀 一个小周边 我俩的登机牌 我们做了很多小心思 登机牌里有我们的小设计 小心思 你拿这几天 你听给我说一下 哦 喜人 喜 航班号 喜人 然后0217 然后是9月 登机口9 然后是5月2号 17点飞 登机口9号是因为我们这次最最好的名次顶破天了是第9名 所以我们想一个美好的愿望 美好的愿望 就我们看了大概齐的一些作品和别的演员或者导演组说的话 哪个作品很炸怎么样 我们就捋了一下顺序 我们至多至多第9上不去了 怎么也上不去了 这是最多的名字 最理想的名次 所以就把它放在登机口 然后5月 我觉得5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月份 然后2 5月2 就2是跟后边连着 然后17点飞 嗯 5是成因为觉得5月是个很好的月份 5月是个很浪漫的月 对5月天嘛 哈哈哈哈 烂港 其实刚刚演完的时候 然后那一刻挺懵的 很很累全释放完了 在精力在台上释放完了 包括出分的那一刻都脑子一片空白 我们看到我们几个应该都是在台上看到出来那个数字1的时候 6 先是看到出来6 6 然后是个0 我们就有2波了 我们就觉得是9600 然后前面是0 我们就说是600 6800 也这么烂吗 哈哈哈 要不要再投一次 最后1出来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肯定是有个一秒钟的脑大脑空白的 最后当我们确定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的时候 那一刻彻底释放真的很开心 那个成绩确实是没想到 那个成绩出来 反正我的那一刻的是有点懵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 但我是觉得今天我对整哥这个表现还是特别满意的 是最满意的一次 我觉得今天台上其实我们四个就流露出来的都是真的东西 我第一次看到我给袈裟的时候 华哥在眼睛里接我袈裟的那个眼神 他没再看那个假装 你的意思是他演了这么多 第一次跟你交流 就用正眼看你第一次 是我第一次跟他交流 因为那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从技术上角度 那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感点 就是我一定这时候我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在那一刻我俩交流上了 就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了某种情绪 我不知道那是唐隋生的还是健华的 那是我设计的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那个是真的 因为我其实我在上场前就想 但上场前不是地加沙那一块 我上场前是一直在想那句 我那句词我在那个准备的时候 我一直在默契 我默奏那句词的时候 我默奏那一瞬间 我一个情绪就顶上来了 我当时就觉得我今天演到那句词的时候 我的感情应该是能比较真挚的 我今天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点是 其实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我每次穿那个加沙都挺难的 没法那什么 其实今天在黑场中穿的时候也没一次就成 但是没成之后我也没慌张 我一直在慢慢的把它捋顺 把整个加沙捋顺 其实起光那一瞬间我还在捋加沙 但是我没有就是慌张的在那那个什么 是我觉得此时那一刻 在你已经跟观众达成一种 关联和气 就是这种契合的时候 其实那一刻你在台上 在你的人物里去 去感受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刻 对 对 因为我们平常喝茶的 然后没事就哼小曲小调的 然后那个做派 然后相当于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孙邦你可能误会了 那个可能是我们的职业习惯 并不代表我们的心态 可真不是那么老 我们平时很时尚 这是喜欢摇滚乐的 对 但是陈希老师这是这个是反差的 原来不了解 是吧 一了解到了 陈希老师是喜欢摇滚的 是天天穿各种各样潮牌的 就没发现 原来是这种 我也不知道以前你耗钓鱼 我是真正那个老的 陈希老师喜欢哪个摇滚乐队 他有别多 面头 然后 然后 痛痒 然后新裤子也可以 对 九宝 这都挺好的 你们今年分别多少年纪了 我今年已经28岁了 我30 哥们儿为啥要问这个问题 那个征婚的时候都是 我还介绍自己 不是哥们儿为啥 为啥要问年龄 咱们不是非常不少 不是这个年龄跟这节目没关系 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没有 那就跟28岁没区别 你 就感觉跟大球刚毕业没什么区别 他啥反应 他有点那啥 他不是一名称职的PD 因为他应该是个记录者 你是个操弄者 而且你那啥评论我 你是个评论家 你真够乱 不好意思 大家分别来自哪里 我来自于黑龙江的小型岸岭 宜春 我来自黑龙江的大型岸岭 加格达奇 所以你们是老乡吗 你弟弟考了多少分 小型岭和大型岭离很远 我们不算老乡 我们也算半个老乡 一个省的 好 那你们做喜剧多久了 哎呦 刚才从旁边开天地地说起了 我六岁登上我二舅的婚礼的那一天 算不算这个喜剧的萌芽阶段 哎呦 那我也有 那我也早了 我小学三年级 在班里的课堂上说过一段相声 你看 其实我们东北人做喜剧的启蒙都很早 对 对 真正被市场认可的话 大概应该是在这个 三年前 一年度喜剧大赛第二季 是的 我们俩在一年度喜剧大赛第二季 获得了年度第五名的好成绩 从此走上了喜剧之路 行吗 OK 我们俩之前就认识了 我真应该写本书 哥们之前在腾讯视频呢 我们的一档综艺叫认真的嘎嘎们 我们俩结缘 然后认识了 到爱奇艺的一档喜剧综艺 叫一年度喜剧大赛第二季的时候 酷酷的曾找到了我 说哥们儿咱俩搭档吧 嗯 一共练习时长三年半吧 哥们儿两年半 那那咱创牌那半年一年的都不算 那得算得算对对对对 我们俩是练习练习生 练习时长两年三年半的 我们俩是练习时长三年半的搭档 酷酷的天胖 他说的喜 注意一下是喜人的那个喜 嗯 稍微那个挺挺挺的 没事没事 我们俩是练习时长三年半的喜剧搭档 酷酷的天胖 这儿的乡亲们可太热情了 你看 这是他们写的愿望清单 我答应他们了 等咱们修成正果了之后 全给他们实现了 大家的愿望清单 比如说天胖的愿望是四十同堂 做大做强 我觉得这种愿望就是特别的美好 然后 比如说像苗妹的这个愿望 就非常的实际 我想要要辆大摩托车 这是我们非常地写实 然后我们给所有组都发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都收回来 我们修丹网 我们修丹网的传织都实现了 我们想的是把咱们所有传组的愿望都写 哦 和泰寺是投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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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好听的 和泰寺两个肖带我做东西 不可以写和泰寺是投入 没有 没有 我写个愿望 我写个愿望 那你这个这种 五百年后三个时间的 哈哈哈 这个我的愿望 谢谢 谢谢 头发 哈哈哈 穿成健康 还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 哈哈哈 我是十分 头发长不低了 头发太少了 有吗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这也特别是 你等我们吗 没有 还在唱六 还在唱六 想想啊 OK OK 什么用啊 飘色了 飘色了 我们想要走到最后一轮 裤子写的是40度糖 别太唱风 灯子写的是我想通风换雨 或者让我也唱 我还抢 然后我们这个作品 还特别想感谢两位老师 一个是我们开场的旁白 颜鹤强老师 三藏师徒四人经历八十难 到达了大雷阴寺的门口 还差一难 他们就能修成正果 宇文秋实的 宇文秋实老师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烧尽与绝境中 不忘九世师徒勤奋 与困苦中牢记兄弟三人情意 经受住了这第八十一难的考验 封为金身罗汉 也相当于老师豪以某一种形式 站在了这个舞台上 我来吧 你这是猴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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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模仿的反而不像猴了 谁说的 我们猴子高兴都是这样的 嘀嘀嘀嘀 你去拉倒吧 ュ二dr giàENS workforce 我继续 我看你不就有多帅 雷松仁 就一句词儿 折磨我 怎么出了学校还拿十颗饭 哎呦我天呐 哎呦沉伟婷我天呐 哎他俩走路在范儿了 我打退堂鼓了 脸上没表情 哥们你俩咱是一个剧组吗 凭什么凭什么 哥们咱几个网上这样 感觉这俩是主演的 他妈都咱们那个 500块钱一天那种 对 不是有500块钱一天吗 有 也就是三百 150啊 咱就是80一天 真帅 都是群演 不是 你是群演 这是主演 我告诉你谁最像群演 这是主演 你看这 参加这个大侠 这个别动手啊 怎么了 这是我俩队友 他俩最后两个人出来 每人一句话 他这张脸好有冲击力啊 好有冲击力的脸 我给大家看看三位主演 主主演的脑 三位主演 你说这个怎么回事 我刚才是什么 谁是主演 小律师 兄弟别拍了 想啥律师啊兄弟 啥也不说 啥也不说 嗨刘洋 嗨刘洋 要不要参加有我们冠名的展演 要 你们什么展演 我们会要求每一个演员上台的时候说 大家好 我们是高颖刘洋 非常感 非常感谢 四世同堂冠名的展演 我们在集体抵制这次展演 哈哈 没人杀 只有他们自己 没人杀 真的要抵制一下 哎 不想 但是我想支持一下刘洋 因为我也叫刘洋 那你让开吧 我们 大家好 我是高颖 我是刘洋 我们是 高颖刘洋 啊 更没默契 这次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呢 叫如果爱 体现我跟高颖多年搭档的一个感觉 对我们的默契 刘洋老师 八十一奈在那边等着你排练 快去吧 对对 我也想参加那个 哈哈哈哈 那我就这样 我站这边 我站这边 大家好 我们是 双高胎 双高胎 哈哈哈哈 双高胎 双高胎 我是 哎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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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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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练去吧 好 你们来 哦 来来来 四胞胎 那我走呗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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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高胎 大家好 我是刘洋 我也是刘洋 我们是高超 高越 我是高颖 哈哈哈哈 我们是在成都双流机场 得了三高的五个人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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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就是为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咖啥